清水溪旁的小黃山以三茂地形奇特而聞名 为了让这独特的景观成为地方特色吸引人潮 经济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也规划 在此区域建构生态公园 对此地方人士也都是表示赞同 并在日前所召开的说明会上踊跃发表意见 盼能使整个计划案更加完善 经济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 也很重视我们祖山地区的一个发展 整个结合我们观光 所以在祖山交流道那边木基寮设置了一个木基寮园区 要近期在我们小黄山这边开发了一个小黄山的生态公园的部分 以整个地方发展的角度来讲居民都有共识 整个建设完成以后 能够与公所还有县府这边做一个整体规划 然后带动一个观光 对地方的一个经济发展 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以地方来讲都是蛮支持这个案子的一个进行 经济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为促进地方发展 规划小黄山生态公园的用心 先议员邮浩也表示肯定 并期许透过这次说明会的召开 请听民意 让围期六个月的工程完工之后 能为地方发展带来更多效益 如何能够让这里结合生态观光 去做在地主山的发展 所以是今天大家来这里的目的 还也期盼 未来这边在围期六个月的这个 半年的这个第一期四河局的工程 可以为代地创造很多的一个经济效益 以及生态效益 我们也期待也呼吁 未来主山政公所 以及南投县政府观光处 还也可以针对在地特色的 小黄山风景区 还配合我们这个热氧单位 清水溪协会 能够让靠近南边的主山这边 能够借由这样子的风景观光 让这里再创造更多的商机 议长何胜丰也期许借由官方 与民间的共同努力下 能使小黄山公园计划案 相关规划更加完美 成为地方亮点 带来人潮促进发展 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道